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么好的劳动力你们不用 陪那发吧 行 走吧 请 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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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真是包子挺快呀我发现 人多力量大嘛 对 行行行 大伙一边包饺子一边听我说 今天是咱们沈阳解放以来 迎来的第一个节日 是不是 是 我们区委 有我带队 率领谭小燕同志 还有茉莉同志 一块来慰问大伙 跟大伙一块包饺子 庆祝一下 吃完饺子搞连欢 好 我跳舞 你会吗 我会啊 行 你会上歌吗 你呢 我也会 我也会 他会上歌啊 行行行 那就这么定了 吃完饺子之后 该唱歌的唱歌 该跳舞的跳舞 大伙说行不行啊 行 那个茉莉 你愣着干什么呀 把那饺子端出去吧 好 你尝 你尝 好 行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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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一好 来 来 多包点好 唱啊 照这个 那我唱 我让你很香 给鼓掌 好 好 行 来 来 来 快 快 快速 有什么发现吗 我对安全屋 又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排查 根据周围邻居的反应 从十一月份开始 最少有两个 打扮不一样的男人 进出过那儿 可见那儿 充当敌人的据点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两个男人 那你们没问问 有没有像茉莉这样的女人出现过吗 我把茉莉的照片 拿回去给她们仔细的恋人了 她们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人 茉莉 来 这什么呀 酒啊 干一个 等等等等 还有话要说呢 你看看大家伙在一块儿 多开心啊 我呀 有一个新年愿望 我希望你 能够忘掉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 能和我们大家伙一样 以后做一个快乐的革命战士 行吗 来 干杯 谢谢你 雪药 行不行 根据茉莉之前对事情的交代 应该对她采取另一种办法方式 你那儿有什么发现没有 没有 可以说一切正常吧 罗杰姐 马龙等人 始终没有放下心中对茉莉的怀疑 他们决定放松对茉莉控制 同时加强监视 这样也许她就会放松警惕 也就会有更多机会发现她背后的秘密 我看不去 没有这样的话 你赶紧把茉莉给我调吧 干什么呀 她现在是唯一能够指正默默中小的人 你看马龙这小子急的 她是想能参加争套小组啊 这样的话你安心满着包住 老龙 听说你找我 对 就是我跟赵重伟 我跟他商量了一下 我们想请你到卫数大队来工作 叫我去卫数大队 对啊 我 我 我不适合在哪儿工作 为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 能去居委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是 不去你们那儿了 不是 你 你去卫数大队 可以帮我们抓恶魔中校啊 多好啊 不是 你看你们那儿工作的人 要求都很高 尤其是思想上 我刚参加革命工作 思想觉悟没有你们那么高 去了那儿 什么也不会 只会瞎导愿 我不同意 你想一想吧 把茉莉放到我这儿 至少有我看着她 那样她干不出什么大事的 她也没那机会 如果在你们那儿能一样吗 你们卫数大队天天接触的 都是机密钥匙 万一出事了 那可就是大事 把她放到你们那儿 那就相当于在卫数大队 安了一个雷 放了一个定时炸弹 谭姐 你们都能看得住 难道我们就看不住吗 对不对 可以万不讲 如果证实了你的怀疑 茉莉有问题 那么她进入卫数大队 接触了那么多 有价值的情报 她肯定要行动 肯定会露出马脚 就像一个笼包 你是把它捂着盖着好的块呢 还是把它挤破了好的块 你的意思是欲擒故纵 你看看 大家在一块过年多热闹 可是我的心情怎么都好不起来 心里头总是憋了很多的事 有的时候会憋到 连喘气都喘不上来 我根本就不敢享受这样的快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苗亲姐姐 对吧 我很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因为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也没办法去享受 那些快乐和温暖 因为我怕他们 会触碰我们心里面 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让我忘记我应该做什么 对 很多时候我总是想 我越是想苗亲 我心里就越清楚 不管现在外面 有多么的安定 但是我心里这根弦 必须得紧绷着 我不能放松 只要恶魔忠孝这样的人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不敢去享受这样的快乐 享受这样的热闹 咱们现在活着的人能做什么 就是拼尽自己所有的能力 替他们 替那些外面正在快乐的人 守住描清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 行啊 那水平见长啊 老谋深算啊 老谋深算啊 会不会用词 老谋深算 这叫神死远虑 这么说你同意了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你说把这样一个人 放到你们卫数大队去 你说 谭姐 莫莉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辨识恶魔忠孝的人 行吧 我同意了 她可以去 不过有一点 你给我记住 你一定要提高警惕 要看着她 看紧她 尤其马龙里混小子 让她把这根弦绷紧了 千万不能干出那个两人卖了 还能替人数钱的傻傻 嗨 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我们在聊 行 咱们去跳舞吧 我 我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你们去 不是 这舞啊得是一男一女跳 你俩跳最合适快去 我不会 我不会才要学呢 我姐夫说了啊 以后这干部啊 必须能文能舞 那说的舞也不是那 这个舞是这个舞啊 哎呀反正毛主席在前都会跳舞了 你不会 你好意思吗你 对了莫莉你是大学生 你肯定会 你教教马龙呗 走走走走 走啊 这我真的 那我教你 快 你看你把他教会 然后自己叫我 我就能让你快跳了 好 满楼 你快呀 哎呀 没事 不住 来 没事的 你在你前南部 你手这么放 放松点 哎呀 别紧张 放松点啊 跟着我的步伐走啊 一杯 我真不会 干吗呀 没事的 别着急 放松放松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对 就这样 就这样 一 六 七 八 二 四 五 六 来 懒了 看着眼前的莫尔 马龙的行众反复思量 虽然莫尼的身份可历 但是她依然是抓住 恶魔忠孝最有力的线索 要如何做才能感化莫尔 使得她能够 向组织解释一切呢 我能够连着 你还没敲开徐晗云的嘴吗 简直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那你是没找到他的软肋 你得抓紧了 我知道了 走 那什么墨烈 咱们别光顾着跳舞 卫书大队这事儿 你得抓紧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刚才跟我说了半天 我在想别的事儿 什么 你想什么 我想我应该感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帮我修门呢 那 那不顺手的事儿吗 对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慢慢来 可是我那个门 坏了有些日子了 那你要早说的话 早就修好了 那也不用天天放个大门栓 大白天地敞这个门啊 我又没有什么吃钱的东西 但是你是个女儿啊 不过这话说到这儿 挺对不住你的 你说我们俩认识 那么长时间 我老是想着 让你帮我的忙 但是我一点 都没有关心过你 这事儿真的是我对不住你 我还要谢谢你 能照顾我呢 什么呀 怎么照顾你了 最起码 我都没让你相信我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 会大半夜地出去 这成宿成宿地 在外边冻着 去跟一个死去的人说话 你说这 其实 有的时候你可以适当地 把心打开 你看小样啊 我啊 谭大姐 还有政委啊 我们都把你当朋友 所以你也要试着 去相信我 好吗 谢谢 还有 请你一定要记住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咱们要一起努力 咱们要一起面对 好吗 咱们必须得向前看 不是吗 知道了 再转一个啊 对了 你说你想起吴阳吧 我想起来一件事儿 你看 我也好久没去看苗青了 我听说你没事儿会帮人 写个信什么呢 你帮我 帮我写封信呗 给苗青 你想写什么 告诉他 我很想他 不不不不 不行不行 我那么长时间了 连个凶手都没抓着 要不然你就告诉他 让他放心 现在有你跟我在一块 只要你帮我 我肯定会很快找到恶魔忠孝 只要找到恶魔忠孝 我马上提着头去记他 在那一天 在那一刻 茉莉被马龙的话感动了 甚至有抱住他大哭一场的欲望 如果可以抛开一切身份和背景 他们一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眼下 他又怎么能答应去帮着 一起抓林伍阳呢 可是 他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他妈 你信不信了你 我把你人都送过去 我看你人都送过去 他还敢不敢笑着 大哥不要 我跟他在一起 是被逼的 我从第一次认识他 我就知道 他对我恋有所图 大哥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在他心目中 一直是个玩物 如果不是他这次出事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想起我 他不像大哥您英俊潇洒 你表堂堂 你表堂堂 我每一次跟他在一起都觉得恶心 但是我看见您的时候 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地舒服 真的呀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答应 这样您不杀我 那要看您表现了 我知道老头子有个弱处 什么弱处 他有个儿子 他有儿子 我怎么不知道 他真的有个儿子 不过是他原配生的 被你们弄死的那个 不过是后来娶的 继续说 他那个儿子怨恨徐汉原 在他妈妈重病的时候 抛弃了他们 所以改了名字 外出当了兵 但是他儿子在徐汉原的心目中 一直是个心头肉 徐汉原暗中帮他打点关系 不让他上前线 有一次他儿子差点上了战场 徐汉原都急疯了 花了很多钱 四处给他打点关系 想把他弄回来 大哥 大哥 这一次您不会杀我了吧 那可不一定 莫 叔茉莉啊 你什么事要找我 大爷 我这儿有一个盆井心 放在您这儿 一会儿呢有一个人来娶 我怕到时候我在忙没有时间 行 放着吧 谢谢 是什么人要来娶啊 是一个男同志 行 放心吧你 谢谢啊 好 我没在我哪儿来 所以停下来 在这儿的梦里里呢 我们就没有打开 谁说的呀 我没说过呀 那我刚刚给他打电话 他说你没通知他 他不能走 行了 我去找他 行 那你快点 你赶紧让他去跟刘东会合 可别耽误了去调查 知道了 行 就这样 好 走 我的心里极度的发慌 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 也不敢肯定 是否真的已经安然度过了那场危机 我不能让自己闲下来 怕不经意中暴露了内心的不安 必须找一件事情忙起来 这样才能显得坦然自若 但是 为什么会选择抄写可爱的中国 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是从那时候起 这篇文章已经深入了我的内心 是啊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而声音音的母亲 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 你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 这么光荣的一天 绝不在遥远的将来 而是在很近的将来 我们可以这样相信 一定会在很近的将来的 抄什么呢 潘大姐 抄什么呢 这么专心 抄可爱的中国 小雅说过两天啊 跟马龙可能去锦州 她说苗青生前 特别喜欢这篇文章 拿她去祭奠 苗青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字儿写得真漂亮 挺好啊 以后像这样的文章啊 你可以多吵一吵 对于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你也会在那儿 对了 马龙不是调你去帮着查案吗 怎么还没去啊 我是区委的人 您不是说了吗 凡事都要讲究组织纪律 我也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 所以就 批准了 赶紧去找刘东 上他那报到 别误了正事 好 知道了 谢谢谭大姐 不客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收拾好 长进 市长 您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们对 那个汽车爆炸案子 有了新的突破 哪还能做得住啊 快说着 什么情况 幸亏国安局啊 派来的这个性情专家 通过复原汽车残骸 我们在今天凌晨 终于锁定了那辆出世汽车 最后出现的地点 太好了 你看 这就是那个仓库 我们本来想通过仓库的经办人 来寻找到幕后的出世 然后再找到跟他的联络方式 但这个人太狡猾了 所有的资料全部是假的 幸亏马龙这小子机灵啊 通过反复地询问这个经办人 回忆当初的细节 终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他来过几次 每次来的时候 身上都有一股很重的肌肉味 我这人对肌肉味特别敏感 所以记得很清楚 他最后一次来付租金的时候 打过一个电话 我记得电话里头的声音非常吵 而且还有火车汽笛的声音 当时他说什么了 他说临时调了班 忘了跟我赶时间 马上就过来 多长时间到这儿了 怎么来的 大概半个小时吧 他好像骑着自行车 半个小时 打电话的时候 还有火车鸣笛的声音 我知道了 我知道这孙子 还有可能是哪儿 谁让你看 马龙判断这个人呢 应该是住在离仓库 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火车养护的地方 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浓重的GU2 这样的工厂有三个 马龙现在正带着经办人 在最大的这个场 通过每一个在册登记 由照片开始派查 那里有多人 正式登记在册的就有一千多个人 在加上流动 很多的缺 我又是个大海捞针的伙 你会开车都会开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哥 大哥我也没看见你开过来 你不知道怎样执行的吗 我下次一定注意 对不起 对不起 车手拉的都是摄影器材 实在对不起啊 怎么开车的 我们算 我们先把车倒回去 先让公交车过去 好 走 开车 这一轮走 他一定贩饱了 鞋子 帮在加以列 什么 太净这个 太净 放进去啊 既然现在我们有了方向和范围 不管工作量有多大 我们一查到底 我马上以军管会的名义 把另外两个工厂的登记册 给马龙调过去 好 你这里要增派人手 大军 你可以先预设几个排除的条件 比如年龄 性别 工作时间段 这样可以加快排达速度 好 明白 好了 我走了 好 师长 听到没有 赶快把那个文件调过来 给马龙送过去 慢点跑 慢点跑啊 站稳啊 都注意角度 别扫着 先走啊 不往前看 先把他先走啊 惊认一点 惊认一点 给你特写 热闹 好 注意角度啊 非常好 好 保持住啊 是那个东北电制片厂的设置组吗 对 听说他们要一路跟着南下 记录咱们干部团的风采 好啊 走吧 好 这儿是什么 让我看看 说什么 你也在哪里 你还在哪里 我先在哪里 你也在哪里 但是你也在哪里 我们再去转一圈 那这个呢 这个 这个肯定不是 那这个呢 也不是 你看仔细是不是 肯定不是啊 会不会有相像的地方 头发根本就不是这样 那看下一张 那这个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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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萧 咱们的袭击目标 一定要选在这儿吗 这个行动太危险了 即便成功了也会 你什么意思 一将功成万古枯 华姐 这次行动的计划 我可是以咱们两个的名义 报警的南京上风 只要成功 对你老大成功解救 那是有重大意义的 现在不是心慈手软的事吗 他在南京 真的同意了这个计划 我再三报警徐主任 只要成功了 所有的功劳都是他马斗领的 这次行动的计划 老虎 老虎 徐主任也是这么给你付电的吗 来之前我刚刚接到徐主任的秘店 让我要全力配合特使完成这个计划 而且必须要成功 华姐 别再一会儿养了 你得正钻一点 为了你我 为了党国 此次行动我们势在必行 这样 在行动前 你跟老虎把所有的人都着急在一起 可千万 别露出什么麻酒 再逗一圈 务必把所有的细节都看自信了 往连 仔细看看 有没有那个狼魔中枪 我们可全靠你了 看见了吗 没有 还是看不到 看见了 看不到 认识吗 我认识 来 你看看 没见过 你见过吗 没见过 是那个吗 对 认识吗 不认识啊 好吧 谢谢你们啊 不过请你们记住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 都别说出去 知道吗 大姐 我们走吧 好 找到了 通知各部门 一番叫中间 市长 租用仓库的人 已经找到了 登记姓名叫朱坚 马寡妇携接七号 马龙已经带人赶过去了 我请求当地派出所民警 立即把那个地方监控起来 好 您好 是马龙同志吧 对 您好 我是这里派出所所长 怎么样 那个朱坚是住在这儿吗 没有 没有 我们接到协查报告后 很重视 把解放后几次入住的 全部都调出来了 这个院子共有九户人家 共二十五人 但是没有交朱坚的人 马龙同志 这位是老红 马龙同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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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红在围满时期 就在这一片当警察 所以他可能会提供一些情况 公志 麻烦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 曾经在你们这个院子住过 这个人半年前好像回老家了 他的老家好像在林长 大军啊 什么 朱坚不住在那儿 是 根据马龙的调查 朱坚在去年十一月份就离开那儿了 与作用仓库的时间刚刚吻合 派出所的民警留下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林长 离沈阳大概有八十里地 马龙已经过去了 我尽快收集线索 争取多管其下 好 我知道了 好的 天上 阿监 我尽快收集线索 有事 得可可的 机上 你会要去 我尽快收集线索 那我尽快收集线索 你会要去 你需要点什么 好 这个吧 好的 您稍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 莫莉没事了 你确定 我亲眼看见她和几个工军 出去办事了 太好了 不要等 先我找几天老大 去办我们说好的事 我打不看你 我打不看你 你打不看你 你打不看你 我说什么 我去吧 你打不看你 你保护煤 我说 kita是好 你不敢 我做事 我快点 你完好 你不叫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大 许晶华那边我们可能得下把劲了 怎么了 我刚才跟他见面 碰计划的最后细节 我发现他有临阵退缩的感觉 他让咱们的人负责最危险的部分 而自己的人又不都给咱们用 你去联系他 说要见他 你打算怎么办 答应他的条件 最危险的行动我们来做 跟他说我手里有一票人的时候 护护他们咱们手里哪有人呢 原来是没有 你想要莫力 一定要把他拉到这个局里来吗 他能做什么呀 而且那天你不已经跟他都谈崩了吗 他胆子那么小 这么重要的行动 他能帮咱们吗 郭总 你是我的兄弟 你要相信我 去吧 你们这边有进展吗 没有 情况越来越复杂 我头都乱套了 这不 前两天 当铺那个案子中 那个特务又交代了一个新情况 说就在咱们破获他之前 接到一个神秘的女人打来的电话 留了个口信 对他们那个头子 如获至宝都给拿走了 留口信了 什么内容啊 不知道啊 那个头子在跟咱们作战中打死了 死无对证 你说 全是这种消息 你查吧 查不下去 你不查吧 又担心 牵制了我好多人手 真是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 这不就是线索吗 赵大军 你说这个女人她能不能是莫 你想说莫莉 对不对 那你说的 我知道 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跟我要证据 没证据就让我闭嘴 我可不想在你面前再留什么花柄 你放心 你所有的疑虑啊 都在我这儿存着呢 茉莉现在在这儿表现很正常 我盯着她呢 真的很正常啊 正常也不正常 我怕到时候吓死你了 就怕粘人出豹子 真要是不正常起来 我怕到时候吓死你 过来吧 我马龙 帮我找一下赵大军 喂 马龙啊 你都弄了 找他住检了没有 那课厂我去过了 可是我去玩了 等我赶到的时候 住检已经不在那儿了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他们很有可能是刚刚逃走 有个事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你说他们那么费劲周折 建了这么一个特务区别 可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说放弃就放弃了 我总觉着 要出什么大事 王龙 越是这个时候 你越要冷静 我知道这事发火 解决不了问题 我能控制住 我自己的情绪 我在附近再转一转 如果没有什么头绪的话 我马上赶回来 好 一定注意安全 放心吧 连长 你最近怎么这么背 喝凉水都塞呀 放屁 砸脚护根 你这背得简直的 你随着的 我主持人 你也认为了 也认为你要备 你喜欢 念念念念掌 你也就是 哎 刘东 停这儿吧 怎么 不是一起吃饭吗 我就不去了 你去吧 我想去传达室看看有没有信件 顺便呀 回家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哎 要不要我陪你啊 不用 哎 茉莉 嗯 注意安全 放心吧 走吧 再见 哎 茉莉同志 这盆景们放了好几天了 怎么一直没人来娶啊 我忘了跟您说了 那个同志啊 有任务去南下了 我还直嘀咕 咋也跟你说 总是看不见你 我这两天外出有点事情要忙 啊 刚看了你跟我们谈恋了节目了 真不错 哎呀 大家都夸你 不愧是多才多艺的 女秀才啊 对了 大爷 有我们驱伪的信吗 有有有 谢谢啊 很多天过去了 茉莉一直没等到林里阳来联系自己 不由得在心里萌生了一次幻想 希望她不是在谋划伤天害理的事 而是离开了 这成了茉莉心中的最高蛇情 这成了茉莉心中的最高蛇情 对了 在外面的 engineers 做什么事情